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觉perception 是跟color有关,叫color vision 对于颜色色觉来讲,我们需要有比较两种或两种不同的receptor的讯号 才能够形成所谓的色彩视觉 在色彩视觉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很好奇说 到底色彩视觉所提供人类的讯号到底是什么 举例来说,我们看上面跟下面这两张照片 上面这张照片是所谓的彩色的相片 下面这张照片是黑白的相片 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几乎能够分辨所有的detail 在这两张照片之中并没有太大差别 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分别说 这张照片它所拍摄的季节是在秋天或是在任何其他的季节 所以对我们来讲,颜色似乎很重要 但似乎又在判断这些所谓的对比跟这些detail上面 又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到底颜色跟在人类视觉上的重要性是如何 我们接下来要来探讨它的形成的机制 跟我们是如何去解读这些色彩的讯息 如同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感光细胞 然后在人类里面有三种Cone Cell 分别是对蓝光Sensitive的Blue Cone,对绿光Sensitive的Green Cone,跟对红光Sensitive的Red Cone 当然在夜间我们利用这个Raw Cell,感状细胞来负责夜间的视觉 在过去其实颜色的感受一直是很多科学家有兴趣的话题 最早的时候从这个Isaac Newton开始 从牛顿开始我们就知道说颜色其实光线可以经由临近 牛顿的实验经由临近将颜色将色彩光分成不同的色彩 不过牛顿也曾经说过其实光本身并没有颜色 颜色是在人类的视觉系统当中建立起来的 在过去的研究其实吸引了非常多的有名的科学家进行这样的研究 最早的时候是在19世纪初期 Thomas Young他提出了一个理论称为Trichromacy的理论 所谓的Trichromacy的Human Color Vision的理论就认为说 我们有所谓的Primary Color,也就是所谓的三原色 分别是各位所熟知的红色、绿色跟蓝色 如果你把红色、绿色跟蓝色聚合在一起的话 它就变成白色 所以似乎所有的颜色都可以由这三种颜色来构成 从物理上来看的确是如此 当时后来这个James Clark Maxwell 就是电视学之父以及Hermann von Helmholtz 就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说我们人类的视觉系统 也是借由这三种不同的Primary Color 三原色所构成的 这就是所谓的三原色的色彩视觉的理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你接受到一个光的刺激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绿色的控、红色的控跟蓝色的控 分别接受到三个不同的刺激 而这三个不同的刺激的combination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颜色 比如说绿色的控跟红色的控 会形成黄色的这样的颜色 那六年一首颜色的控制下来